这是中国酒店吗? 我是台湾人 对不起,我不会 但我不住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巴九 就如刚刚各位片头所看到的 有一群中国的小粉红 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 跑到了这家台湾人开的长龙酒店 去闹事 就因为没有挂了中国国旗 那我们马上带大家来看一下后续的影片 顺便来点评一下吧 我们在网上订的法国巴黎的这家长龙桂冠酒店 入住之后我们发现这家酒店 挂了奥运参赛国家的国旗 但是没有挂中国的国旗 于是我们就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我好像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他这没有挂我们中国的国旗 你找一下吧 五角星是什么旗 那越南有英国 应该挂在那边吧 我们以为可能挂在餐厅里面 但是我们进去找了也没有中国国旗 这家饭店它是属于个人资产 对吧 它又不是中国的国有企业 是吧 那这家饭店它作为私人企业 他想要在里面做什么 做什么 爱做什么 那是不是老板跟这个决策高层 那些经理主管们的事情 你有入股吗 你有当股东吗 你有表决权吗 我是这样觉得啦 如果你真的不满意 你把长龙桂冠 这家所有的企业啊 包含相关的企业 还有长龙航空 长龙海域 全部给买下来 这样你爱挂多少中国国旗 就挂多少中国国旗 你甚至把一艘船 一家饭店打造成一面耀眼的五星红旗 都不为过 知道吧 而且中国有14亿人口 你就有14亿的商机啊 当然前提是 这14亿人都要跟你一样 而且如果要这样就破防的话 我去很多欧美国家也看到一些饭店 他可能只挂美国的国旗 或是他可能只挂 三五个国家的国旗 可能德国的 可能法国的 芬兰人看到要破防 没有芬兰的国旗 没有乌克兰的国旗 没有埃及的国旗 没有日本的国旗全部拒绝入住 日本人痛骂美国饭店 芬兰人痛骂美国饭店 看不起我们本地人是吧 全世界我就有看到 中国人这么做 而且是面对私人企业 还不是说什么国际赛事 不要喷什么 台湾人在国际赛事也这样 如果全世界都一样的待遇 通通不能拿自己国家的国旗 在国际赛事上的话 破防最大的肯定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小粉红 我看他酒店不是中文的吗 你订的 对啊 中文的酒店 有没有 那他都是中文的酒店 他都不挂我们国家国旗 没有我们看他这个国旗 他没有我们中国的 怎么可能有中国国旗 我找了两圈了 餐厅里面也没有 本来是中国酒店 就本来我们已经 在这里做很多活动 都是在这里的大厅 又是没有中国国旗 因为他不是中文嘛 怎么本来这么多 他故意的还是忘记他 这个有点问题 中国是这一届奥运的冠军 因为金牌数得最多 但事实上并没有 美国在最后一关逆转胜 所以其实第一名是美国 但小粉红又不服输 把香港跟台湾加进去 所以中国有44面金牌 还有小粉红啊 拿俄国做的批图 网称说这个是巴黎官方制作的 你看所以中国队是44面金牌 美国就40面 所以中国队赢了 然后下面就有人呛他说 你用脑子想想 你觉得法国有可能这么做吗 你这个傻野心 这是人家俄罗斯做的 来我刚去巴黎奥运会的官网 你还在那边议营 还有小粉红说 日本还挺厉害的 以一个省之力拿到20个金牌 日本也是一个省是吧 那就有其他反责啊 为了嘲讽小粉红这种议营的心态 把整个欧盟变成一个个体 把英联邦变成一个个体 这都是大英联邦 这都是大欧盟 结果奖牌数都是第一名 是中国厅吗 我是台湾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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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台湾 台湾不是中国吗 那他都是台湾的 他怎么可能没有中国国旗嘛 Torota 我们可以告诉你 像这个尺寸的 我们有中国的尺寸 你可以放在这里 我可以放在这里 你可以吗 这是我可以做任务的 你可以叫你管理人吗 我每天都在下午 首先啦 已经暴露出这个小粉红习惯996加班的这种性格 休假的时候 还有这个非上班日的时候 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去找主管 或是去找基层的员工 除非啦 今天发生了一个天大的可能火灾啊 可能出人命啊 OK那你去找休假的主管 或是可能负责这个岗位的员工 你去跟他说这件事情 那没有关系 这很正常 但今天因为不挂中国国旗 然后你就破房 而去惊动到真的休假的相关的员工 你觉得这样是对的吗 你不要把自己 可能在中国那种996 好不容易单休 一天 然后呢 主管或是你的同事有任何事情 就扣你 你就必须到这个公司去上班的 习信带来巴黎 带来法国 对吧 尤其是法国耶 你能知道这是法国耶 人家才不撩你耶 你知道吗 他们是非常重视这个生活跟工作的平衡 你看啦 这次奥运 前三名的国家 甚至前五名的国家 只有中国小粉红在那边一营 我们伟大复兴 我们最牛逼 我也有去推特上看 秉持这样理念的美国 我们打败全世界 我们第一名 这些美国人真的少之又少 日本人其实也没有太多 所以小粉红的幸福感是来自于 你看我们这个集体意识 其他人成就的方面来造就自己 因为你在现实生活中 你一无所有 你只能寄托到这个 国富名穷的这种国富 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 美国培养体育员 尤其是培养这个奥运体育员 跟中国这种以举国之力 拼比是差很多的 完全不同系统的 人家是以民间这个企业 你们是以全体国家之力 从小去训练去培育 这不一样的 我们接着继续看 这里面所有是参加奥运会的国企业 然后他们没有中国国企业 现在在 对啊 什么意思吗 他说他们没有买到 没买到 我买上我有 二姐 你去春阳他没买到 他说没有 你买两个国企业 去找的 去找的 大小的 这两天奥运会天天带着妻子的 我给他说一下 没事他送他 我的朋友的车 有中国的车 我现在知道 但是我说 这是我的工作 所以我可以装备 我们可以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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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 母亲的名字 你不给挂 对不起 我希望去找 这是好投资 所以我可以装备 你需要装备 不退款 如果取消 按照原价支付 他还不退钱吗 对 他说他不能退 那么中间还在抱怨说 我为什么不住了 我还要付这个 一千块的手续费 我还要扣掉 这一千块的 这个住宿费 你到底有没有 在外面住过 包含你订这个 booking或是amb 上面就明确的告诉你 在家店 想有前一天 取消免费 或是当天取消免费 或是前一个礼拜 取消免费 如果超过这个期限 都是要收可能30% 50% 甚至有些是收全額 这个就写得清清楚楚 你自己没看在里面 然后又要抱怨 我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那买下来嘛 我们接着继续带大家来看 我一个朋友在这里上班 在这里上班的司机 我打个电话问问他 雅师傅 你再不接啊 你过来 你过来 那个吗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 你们要上班了 我是在那边去东餐行政主书 没有那个中国的博鞋 不要送给他 不要 没有 这个不是说送给他不要 但是本身这一串上面是有的是存在的 已经过上去 因为这个经过的是18号 他们就开始装饰 但是装饰的时候 我是下班的 我是走过去是看的 哎 为了迎接奥运 我没有国家 我说有啊 有中国啊 为什么是9号 我回来 没有掉 没有掉 我第一时间就出门了 他们就是意思就是说 昨天是苏总总经理 看到了 跳那个点掉 不懂 去跟我谈 是的 海湾总共是拍过来这里的 是他下命名 点掉 就是故意的 是他下命名 点掉 就是故意的 不是说我们送一面 国家给他的问题 说话不得 他常理犹豫怎么办 你就是朝见我犹豫 我都要看你到底 他就是意识 就是故意剪掉中国国家 我已经提出三次的看议 跟这个高权 我可以看一下吗 呃都可以的 我看啊 为了筹备八辽运会 九天大堂全关了各国 你为什么没有中国国家 我不明白 我反对这种歧视新闻 我可以往后面看吗 可以 你好 请回复我的不能接受 在刚才他找我谈话 反正的谈话 这是他回复的啊 我们提醒您 对 酒店的装饰或布局 选择属于公司的管理 和领导的权利 他没有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他不挂中国 国旗是他的权利 对 酒店的装饰与你无关 与你的职责无关 也不会影响到您的 劳动合同的旅行 因此我邀请你 专注于厨房工作 不要干涉酒店管理 及干扰其他员工的工作 我作为内部员工 我们是可以看到 今天的入住 入住的客人的国籍 我这里有很清楚的 可以看到他今天入住的 中国人的比例占多少 占了多少 可以达到60%到70% 这么高 基本上都是中国团 到这里 然后呢你看这个5号 美国加中国 300多个房间 中国 全部都是中国团 这个也是中国 348个房间 我跟你讲 你不会因为这种事情 被炒鱿鱼 尤其是在欧洲 法国来说 你不可能因为 政治事件 跟上陈去抗业 而被炒鱿鱼 当然他可以用其他理由 但他不能以这个当作理由 而且我觉得里面 最有真意的是 你后面有一段 拿了这个国籍住房的 那个资料 如果有拍到一些的话 你可能会因为这个 商业机密 或是这个公司内部机密 而被开除 而你也有可能吃上官司 就要看 对方要不要告你 这种东西 你是不可以给 外面的人随便拍摄 看到了 但是我在镜头里面有看到 而且你自己也说 这个是内部的机密 内部的资料 所以啊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给小粉红一种教训 让你们看看 在别人的地盘 在别人的私有财产里面 看不到自己的国旗 但是其他国家都有的国旗 你们是作何感想 你们还要继续这样打压别人 还要意淫 中国台湾 到底是中国台湾还是中国台北 你要真的宣扬 你就来台湾 你所谓的中国台北的神长府 或是这个市长府 随便你进去拿着五星红旗 说这里都是习总书记的地盘 你要去做这件事情 不然其他你说的再多都是意义吗 前几天你们中国大外宣上这个半岛电视台的节目 那个主持人是英国人 在上面被打得惨不忍睹 甚至在奥运会现场还有小粉崩溃说 为什么中国队得冠军在播中国国歌的时候 外国人都不站起来 为中国队扩胜 然后播中国国歌感到骄傲 你有什么事啊 那日本队夺冠的时候 你们中国小粉会站起来这样 为日本感到骄傲 在电视机前面看奥运比赛的时候 日本队夺冠感到骄傲 跟日本敬礼 你们会吗 不会的话不要讲这种屁话嘛 好不好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下面的一些留言 我仅代表中国圣英国际贸易 9月份开始 不续约与长龙桂冠酒店的来往 终止一切合作 声明 2024年8月15号起 我司与长龙公司取消一切经贸合作 上海新州新水产有限公司 宣 既然你这么有种 你敢不敢拒绝大陆同胞入住 不是 这个又是什么跟什么的不同的逻辑 你把它又摊在一起变成杀牛牛丸 然后有人说热搜被压了 本公司今天宣布取消一切与长龙的合作关系 包含长龙酒店和长龙航空 没关系 我今天也代表我们社图日记公司 宣布正式与北京断交 我们正式不与习近平有所来往 习近平任何的业务我们通通都不结 我正式宣布我们与中国央视断交 永不来往取消合作 我从今天开始宣布 习近平不能踏入我公司半步 一踏入我就报警抓他 跟你们平时义营我要惩罚台独分子 有什么区别 我要惩罚肖美琴这个台独分子 永远不能踏入中国领土 他不是就在台湾吗 台湾不是你说的中国领土吗 我要制裁蓬佩奥 我要制裁这个布林肯 永久不能踏入中国领土 台湾不中国领土 蓬佩奥来几次了 那佩洛西有没有来过 是一赢最会啦 奥运有一个比赛吶 吹牛逼大赛 中国绝对金银童 三连胜 不信的话你们去看前几天 那个半岛电视台 那个中国大外宣高志轩啦 你看他就知道了 中国绝对冠军啦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 不先记得一定要保护我的粉丝 我是爸的小鸣姐姐 拜拜 拜拜